美國財政預算在軍隊系統設入更深 2018年財政年度將有4萬兵力被放在砧板上 陸軍準將藍迪喬治在接採訪時表示 近年來陸續續減員使美軍大大縮水 喬治表示從2012年起 常規軍一共是裁減了12萬兵力相當於21% 軍隊方面表示他們需要從49萬兵力減到45萬 來為未來4年省下71億美元 這次的減員將會影響到美國的18個軍事基地 從西海岸的加利夫尼亞州到東部的南卡羅來納州 以及北卡羅來納州 這名的準將還說 美軍駐紮在南韓、德國、意大利的兵力也有所削減 陸軍上教史提夫-旭倫對美國之音表示 軍隊減員並非新聞 旭倫表示 一戰、二戰以及每一次美國參與的戰爭結束之後 兵力都會經歷過一次的裁減 但如果國會不停止聯邦預算削減 也就是扣押程序的話 情況會變得更差 喬治表示 除非預算控制法案的規定有所變化 軍隊將不得不在2019年以前再減少3萬的兵力 這個結果就是軍隊將會無法同時滿足目前的部署要求 以及海外應急作戰指令的要求 美軍減完的時機剛剛好是五角大樓司徒計劃 用10年時間縮減近1萬億的國防開置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巴布 在華盛頓的報道